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第一次看到这台车型 首先这台车的一个尺寸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大一些 另外它有非常多的版本 那么在动力方面呢 有40和50两个尾标分别对应着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 那么今天这个场地呢设置了一些简单的 包括直线加速 还有一个过水坑 还有一个大角度的一个斜坡 还有一个侧方位的一个斜坡的一个适应 那么针对这几个项目呢 我们先试了来 再回过头来跟大家聊一聊试驾的一个感受 走吧 好了 刚刚我也是走了一圈啊 在这个场地简单的体验了一下 咱们这一台奥迪Q51重的一个50版本 那么针对这台车的一个动力方面的一个表现呢 总结一下 我觉得首先 对于它的一个动力的一个储备 也就是它的一个电机的表现 因为现在是双电机的一个版本 所以说在这个直线加速上 它的一个加速感还是很有的 但是相比于传统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 特斯拉也好 小朋友也好 未来也好 那种比较愣的加速感 它是来的更线性一些 它比较偏向于它的同门师兄弟嘛 上期大众的ID6 一样的是比较线性的一个加速感 偏向于油车的一个驾驶感受 那么另外在后面的一个项目当中呢 也就是这个可以看到啊 现在有一个45度角 大概是45度角的一个攀爬功能上呢 它体现出来Quattro的一个四驱系统的一个加持 虽然说是电动车 虽然是纯电车 但是呢 我们能够感受到 在它上坡的那一刹呢 它的电机的一个输出呢 并不是来的非常的冲 也不是很愣 这一点就非常的安全 因为什么呢 特别是在这个项目之前 我们还过了一个水坑啊 过了水坑之后呢 轮胎底下是比较打滑的 而且这是一个钢制结构的一个架子 上架子如果说它的初段电机来的很猛的话 一下子就冲上去了 容易造成打滑的一个现象 不安全 那么它的一个电机的一个扭矩的一个释放呢 是来的很很稳 就是它有足够的动力储备 它会缓缓的给你啊 而且跟油门踏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配合呢 你是能够比较好去掌控的 那么再到这下面这一个项目呢 也就是一个啊 车身的一个侧倾的一个试驾项目上呢 可以感受到它的车身的一个侧倾啊 是比较有支撑性的啊 它采用的是前麦夫胸后多连杆的一个经典组合式的悬架底盘的一个结构 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斜坡上 你会感觉到它的整个车身啊 来的是车身姿态的一个保持是比较OK的 呃 因为今天也是比较简单的几个项目啊 明天的道路试驾呢 又没有这台车了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这一次可能带给大家更多静态方面的体验 那么接下来跟我一起看 那边有两台非常漂亮的车 我们过去看一下 OK现在我找到了全场最亮的一台车 这也是目前啊 这个车系当中的一个顶配车型叫做E创版 它有着专属的配色 并且呢也有耀灰版的一些黑色的一个套件啊 看上去是视觉冲击力更强一些 因为说实话 我刚刚试驾的那台车型 包括一个有点类似于酒红色 还有一台蓝色的车型 包括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白色啊 灰色的车型 我觉得都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了一点 不是那么张扬 那么看到这台车 我们的外观啊 内饰啊 它的设计层面 我们就从这台车开始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整个前脸啊 由于是纯电的车型 所以说呢 它给了一个全封闭的一个进气格栅 并且呢 它的这个车标是非常有意思的 现在都流行扁平化的一个车标 但是呢 它这个车标采用了镜面的一个处理 看上去是比较有高级感的 而且是很立体的一个呈现 同时呢 这个车标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进到车内 看它的配置 但是这个车标肯定不简单 它肯定是集成了车辆的一些 雷达啊 各方面的一个配置系统的 那么整个车头的一个亮点 先要说一下它的车灯 灯组方面也是奥迪比较擅长的 上方的LED灯组啊 也是它的一个日间行车灯 下方呢 是它的远近光的一个灯组 并且刚刚在那个workshop当中呢 工程师也有给我们介绍到 它的整个灯组的一些灯语 是可以自定义的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车主 可以自定义一些自己喜欢的图案啊 来做开车或者锁车的一些动态效果的 那么这台异创版呢 配了一个比较跳跃的一个橙色 并且跟这个黑色套件的一个搭配呢 看上去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到车身侧面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版本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的 就是它的整个轮毂了 它配了一个21寸的轮毂 虽然说50版本的一个车型呢 都是配到21寸的轮毂 但是呢 这个轮毂样是看上去会更激进 更运动一些 因为它是奥迪RS Design出品的一个作品嘛 那么整个车的一个线条和它的一个尺寸呢 它的车长啊 4米87 轴距达到了2米96 这台车是一个6座版本的车型 那么整个来看 它的一个车身的一个比例和协调度呢 是非常不错的 挑不出什么毛病 就是看上去 怎么看 哪个角度看都是比较顺眼的 另外呢 这个版本它采用了一个黑顶 也就是营造了一个悬浮式的一个车顶的感觉 那么再往车尾来看 车尾部分呢 首先还是说一下车灯 贯穿式的尾灯 同样具备了一定的动态效果 有它的灯雨在其中 另外呢 这台车的一个车尾 它并不是显得那么的饱满 而是层次感比较突出了 包括黑色的一个奥迪的四环标 也是凸显出了它的一个档次感 那么另外呢 下方 虽然没有排气口啊 纯电车型 但是呢 它在这一块 后保险膏上 加了一个装饰板 上面表明了它的身份 一重 那么另外我们还是把这台车打开来看一下 后备箱 后备箱打开来看一下 因为是六座版本车型 现在它是处于一个四座版本 四座的一个状态下 整个后备箱的一个静身 还有它的一个平整度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做一些日常的一个装载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另外呢 车内的空间 一会儿我们到车内再来体验一下 整体来说 这台车的外观 怎么形容呢 我觉得要选到一定配置以上的版本 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部件 比如说轮毂 比如说它的前唇 它的套件啊 其实是很有视觉上的一个差距化差别的 OK 现在我做到了这一台 奥迪Q5E-Tron的 异创版车型的车内啊 其实内装方面 几个版本呢 也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我刚试驾的那个版本 它更多的使用了一些 木质的一个材质啊 看上去是比较清新的 然后来到这台车呢 这整个的内饰的配色啊 包括座椅的缝线啊 还有这种 Ocantara的材质 皮质的一个拼接啊 就是非常的运动了 那么先说一下 它整个内饰的一个布局 坐进来还是会感觉 这就是一台奥迪 很明显 它有自己明显的特征 但是不同之处 作为全新电气架构平台 而来的一台车型呢 它在这个挡霸区域 给你节省出来 更多的一个空间 现在换挡 采用了这样的一个 波动的一个按键的一个形式 基本上没占什么空间 然后这下方呢 有手机的无线充电区域 还有一些不错的储物空间 然后中央的扶手枪呢 给到一个小小的空间 但是更多的空间 也是留给了 后排的一个腿部了 那么这个座椅 我觉得 虽然说 这台车上市以后呢 更多的也是面对的是 一些家庭市场的一个用户啊 但是它在这个座椅的 一个运动感 也就是它的包裹性上 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它还加了一个 手动的这个 腿脱的一个调节 那么奥迪的内饰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科技感了 我们先从前面的屏幕说起 这一块液镜预表盘 它的尺寸呢 是10.25英寸 整个的一个显示清新度 还有细腻化程度呢 大家可以参考 所有的奥迪车型 现在都做得非常不错了 那么这一套车机的 这个中控屏幕呢 它的尺寸呢 是11.6英寸 那么在尺寸方面 是显得比以往的车型 来的更大一些 因为它做了一个 无边界的一个设计 并且呢 有很多折线和几何的一个 线条的一个拼接 那么这个系统 在操作的时候呢 也会有一定的震动反馈 并且带有一定的声效 所以说整个的质感 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两块屏幕之外呢 其实在我前方 还有一块屋形的屏幕 就是叫做AR HUD 就是增强限时的 抬头显示功能 它除了能够显示 车辆的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车速啊 还有它的一个 目前道路的限速之外呢 在我们开启导航的时候 它会做一个投影 AR的增强限时的一个投影 在远方大概10米的位置 比如说告诉你 前方路口右转了 它会有箭头的一个指示 所以说在科技感这方面 我觉得奥迪玩这个啊 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来到第二排呢 首先说一下它的空间啊 现在是前排是保持 我刚刚一个比较正常的坐姿 那么后排 它的一个可调节的区域 就非常大了 现在是最前的一个位置 腿呢也是刚刚能放下 因为它前排已被做了 一个挖空的一个处理 如果我们往后调 调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坐姿 两拳是没有问题的 还可以往后 这是目前第二排 最宽敞的一个坐姿空间了 大概有两拳半左右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在空间腿部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可以自定义的一个调节嘛 那么地台部分呢 第二排的一个地台 由于是纯电版本的一个车型啊 它的全新的电气架构呢 能够带来空间上的一个 完全的一个利用 所以说第二排几乎是纯平的 但是呢 我们的座椅是有一个阶梯式的一个构造 我们第二排是要比第一排要高一些的 另外呢 就是要说一下它的这个 后排的一个配置了 首先我们看到有空调出风口 并且有温度的一个调节 而且它是带座椅加热的 另外呢 我刚刚提到为什么它把中央浮水箱 做到这么小呢 其实对后排也是比较友好的了 看上去也会更通通一些 没有那么的臃肿 那么另外呢 这个车门的一个门板的一个材质 也是用了一些皮质和 Ocanara的一个拼接的一个感觉 做了缝线的处理 并且在这个车门把扶手的前方 就是这一块 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储物空间 基本上放一瓶水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下方门板也是可以放水的 所以说整个第二排的空间 我觉得在四个人乘坐的情况下呢 是很通透的一个空间 好的 刚刚我是通过第二排啊 进入到第三排 它这个座椅呢 由于是手动放倒的 所以说上到第三排呢 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吃力 不过好在它是一个六座版车型 我们可以从中间的过道 直接从第二排到第三排 那么坐在第三排呢 这个空间相对就比较吃紧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座椅调到了 我刚刚说的第二档 也就是中间那档 既满足第二排乘客 也能满足第三排乘客 我的膝盖是 基本上是抵到了这个第二排的座椅一倍了 并且有一点是什么呢 它的第三排座椅又要比第二排座椅来得更高一些 所以说在这一块 我脚步空间本来就不够啊 现在你看 基本上脚要这样全着 所以说 做长途的一个驾驶 或者乘坐的话 就没有那么舒适了 而且在现在这个状态下 我看了一下 目测一下 现在后部箱的一个空间 基本上也就是放 一个20寸的登机箱 再放一些背包什么的小的杂物就差不多了 好的 今天一个简单的场地试驾呢 基本上就到这里了 更多的是带来静态方面 这款车型的一个展示啊 也相当于是一个 类似于开箱的一个感觉 那么说回这台车 整个奥迪Q5E冲的 它的一个价位区间呢 大概是40到51万元 这台车的一个售价是51万元 所以说这台车的一个价格来说的话 并不便宜 但是它呈现出来的质感 我觉得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 整体的一个感觉啊 还是能够对得起它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价值的 由于今天呢 我们是一个比较局限的一个试驾了 那么以后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会把这台车开到道路上 来具体来体验一下 它在动态方面的一些表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